波兰军方在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边界修建铁刺网围离 军用车辆缓慢行驶载着所需用品 由于俄罗斯同意让来自北非和中东的航班 开始在加里宁格勒机场降落 波兰方面担心在波澳边境可能涌入难民发生移民危机 因此波兰决定在与加里宁格勒210公里的边境 盖临时屏障以封锁边界的方式保障安全 临时边境墙由三排高2.5公尺 宽3公尺的铁丝网组成 配备有摄影机和电子监控系统 乌克兰战争导致紧张情势升温 去年秋天曾有数以千计的非洲和中东移民 试图越过白俄罗斯边界进入波兰 据了解波兰曾指责白俄罗斯蓄意制造难民围巾 对欧盟国家发动混合攻击 虽然白俄否认 但波兰仍在与白俄边界修建全长186公里的分界 中央社这么报道